知心娘快来快来 你又想说什么 杀金刚 我好像看见杀金刚了 是你把他放出来了 是又怎么样 疯了真是疯了 那可是千年的凶杀 要是他的魂魄全都放了出来 那可是有生灵涂炭啊 哪来的一千年啊 你这骗子 我可不会再相信你胡编乱造的故事了 你这小丫头懂什么 我可是最伟大的大无限 怎么可能乱说 要不是当年 我献给藏村一个阴命双胞胎 才平息了他老人家的怒气 这村子早就倒霉了 我还预言了你的转世 你看 你果然还是回来接受命 我是藏村之言 藏村之口 我不会错 我是不会错的 我还能继续留在阳市 侍奉他老人家 真可悲 你这神棍最后还是疯了 活该 等我出去了就会报警 这个时代 不会再有你们这些牛鬼蛇神的藏身之地了 村子的出口都被守住了 你逃不了 你是芷新娘 你要去温记 平息藏村的愤怒 证明我是对的 我会找到六藏灵塔 从那找到其他出口离开 什么 六藏灵塔 你怎么会知道的 不不不 就算你恰好听过灵塔 你也找不到位置的 不就是献祭芷新娘的那个老树底下吗 我还知道经书就藏在那里 不可能 你怎么会知道灵塔的位置 那可是没几个人知道的秘密 逻辑推理呗 你们在书里写了那么多线索 你当我会像你这种山村老神棍一样没有文化呀 而且原本只是猜测 甚至炸了你一下你就全都承认了 你们这种老神棍啊 只会骗骗村里人 还没有尝过被别人骗的滋味吧 你 你这 你敢小看大无仙 等我修行结束 就会亲手烧了你 你在这里坐了这么久 其实是因为不能走路了吧 因为没有了价值 所以村里换了新的大无仙 你就被扔在这里等死了 是吧 你 我 这 第四章十 你获得提示 再解一次 来到地宫 先解开左边风车机关 看看提示 孟燕 你又跑到哪里玩去了 这么晚了才回家 我和村头的末期姐姐在一起玩 我们一起捉呼蝶了呢 你长大后要等纸新娘 要知道端庄 不能总是像野孩子一样到处跑了 快睡觉去吧 我知道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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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子里面有鬼 小孩子不要乱说 有藏尊保佑我们 什么鬼怪凶杀 都不敢来藏林村的 镜子 日记本 获得的提示密码是 260714 解开后会获得玉石 用刚获得的玉石砸镜子 会破解幻境 你从小就期待长大后成为纸新娘 所以你才回到家来了呀 她都是幻觉 不用用我妈妈的声音骗我 你不记得了 你从小就喜欢听我讲藏尊的故事 所以你舍不得离开呀 够了 不要用这些话迷惑我 没人迷惑你 这都是你自己的心声 你再疑惑 为什么当时爸爸妈妈 愿意接受纸新娘 转生为你 他们是自愿的 你是知道的 闭嘴 看完剧情后 发现手机可以破解幻境 打开盒子后 拿走六藏宝石 五行古壁 红葫芦 该会有用到 眼型符号要记住 该会解地宫机关 根据钢当提示 跟着解开 拿走风水铜钱 将铜钱放进存钱罐 隔壁女童的姿势会改变 拿走女童手上另一个骨壁 拿走骨壁后 解开这个机关 打开石门 哪是藏尊的庙宇 你小时候经常来这里祭拜 猕疵 我可不记得这种事情 水银 那时候 从事有个小姑娘 在藏尊身边寸来跑去 provisions 用手机看清后 点击石碑 把之前获得的两块石块装下去 解开机关后 中间石块会碎掉 顺便拿走另一个六藏宝石 将葫芦挂在石像身上 石像手就会张开 顺便拿走八门罗羹 拿走罗羹后 再解这个会获的十字铃铛 再将铃铛放在石像手上 后面门就打开了 我的女儿是要成为止心娘的人 怎么可能和这种人在一起呀 我不知道梦中看到的 是否就是前世的事 它让我觉得 又熟悉又陌生 是啊 是啊 这是突然塞给你的前世情缘 和现在的你无关 你对她可没有任何责任 这种事情真的太复杂了 我暂时还想不清楚 不用想了 你是直心娘 有自己的意义 但是 无论如何 我都会解救她的魂魄的 你真是冥顽不灵啊 看完剧情后 打开手机看清幻景 会出现镜像画面 然后拿走玻璃罐 用宝石对应上玻璃罐上的文字 是解下个机关的提示 跟着刚刚宝石的提示键 拿走石头物件 把石头物件装下去 玩个小游戏 解开石门 玩法有点小难度 根据浮现的符号 点击相克的五行鼠键 石门就打开了 刚刚纪录部有给提示 把摆尖放回对的位子 就会获得0档 打开盒子 拿走小孩衣物 使用铃铛可以打破幻境 拿走莲花灯上的蜡烛 听妈妈的话 放弃对抗 接受你的命运吧 爸爸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们才让你回到这里来呀 我知道父母搬家 就是为了救我 所以这么多年来 他们从来不和我谈的老家的事 其实 我是瞒着他们 偷着回村子来的 你为什么要回到这里 你其实并不在意 这个前世的陌生人吧 你看 他送你的浴室 已经被你砸掉了 对呀 轻败了吗 浴室只是一个误件 如果那个人当时在场 也一定会让我用浴室来自救吧 不要想用混淆概念的方式来迷惑我 将小孩衣物在这儿烧掉 把刚获得的手链放下去 再把小布偶烧掉 再点燃蜡烛 你生前杀了那个人 结果死后却被囚禁在这里 用来封住的 真是自作孽 但是你现在也可以解脱了 不知道在说什么 我都没谈过恋爱 怎么突然间就有了个前世恋人 如果真的是转世 那我什么都不记得 还算是祝小红吗 真是个困难的哲学问题啊 在这里困了一百年 很不容易吧 算了算了 你快走吧 转世投胎去 我们这辈子 我们这辈子是来不及了 也许下辈子还有机会 好像聊斋中就有这样的故事 有个鬼魂一部分灵魂投了胎 主魂却心愿未了 一直在徘徊 最后主魂回到了身体 立即就是个失灵青年 但这故事也太离谱了吧 这么多年来 这人的身体 难道一直都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傻子 没办法上学吧 我在说什么呀 又在胡思乱想了 好了 再见再见再见 放心走吧 我会逃出去的 拿走锤子 敲破玻璃罐 拿走六藏宝石 最后一个六藏宝石到手 用锤子敲破存钱罐 拿走宝石 将所有六藏宝石装进去 打开大门 你们已经自由了 没必要再被利用 转世投胎去吧 不就是砸了你的存钱罐吗 男孩子不要太小气了 就像平时那样 在我眨眨眼的时候 跟着你的小女朋友一起突然消失吧 我早就预言到了 你会来到这里 是啊是啊 正常人的智商都能预言到我回来这里 更何况还有个半死老头告密呢 你们肯定不是通过我来的那道门里进来的 那就说明这里果然是有其他通道 放弃吧 你逃不出去 这里机关重重 只有大乌闲才知道通过的方法 我都能走到这里了 你觉得还有什么机关能挡住我吗 你们还傻子在干什么 快把纸蟹娘抓住啊 她 手里拿着的那个 是不祥之灵吧 这就是那个能带来灾祸的灵的 听说两千年前 又来了 你们的六藏菩萨都没有两千年历史吧 就算你拿了那个东西 也是没法对抗藏村的法力的 现在中幻术 玩几个小游戏 看看剧情 这张快通关了 什么不问题啊 哲学家都打不上来吧 我做我自己就行了 你管我叫什么长什么样呢 那你又知道自己是谁吗 装神弄鬼的面具人 欺诈村人的神棍 为了找点上位 把前辈丢进地宫的六藏菩萨之口条 嗯 口舌 第二个小游戏 记忆力游戏难度不高 看 到最后 你们以为您说 生命的意义 本来就是自己赋予的 就是因为生命太短暂 所以才要走自己的路 我这读过书的人 就是和你这山村老神棍不一样吧 你是不是听都听不懂啊 还有这么多手臂 这六藏菩萨是个无功吧 没完没了的 皮影戏男主救场 帅 哎呀没关系 帮了大忙了 剩下的交给我吧 最后一个小游戏 只需要用铃铛超度之前遇到的幽灵 我不会再跟着你的规则走了 我的心境 我自己做主 殷童子 就是些可怜的孩子 因为你们的疯狂迷心而失去了生命 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他们只是些顽皮的孩子 这个年纪应该在捉迷藏 捉蝴蝶 而不是成为鸡品后 为虎作成 至于这个老无险 一个劫他老头 根本挡不了我 这不可能 你怎么能驾驭得了那个灵的 有可能我有大智慧 也可能是你们太把铃铛什么的当回事了 你心有疑虑 是对六藏菩萨不敬 所以就有了破绽 你看我学你们的神棍风格 学得像不像啊 别得意太早 藏尊的神通 是无穷无尽的 就凭你这样的小姑娘 怎么可能战胜 藏尊的神通 但我没必要战胜谁啊 你看 我已经趁机走到哪了 这老木箱子 还真是和你们的村子一样成就腐朽啊 你猜猜 我想干什么呀 不行 净书可不是你能碰的 住手 你想干什么 都别发愣了 快阻止他 快停手 藏尊会降罪给我们的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不 不 不 净书 净书 以前多年前就该有人这样干了 净书烧起来了 快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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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全都崩溃了 没人管我的话 那拜拜咯 最后一把火烧掉他们迷信的源头 女主也逃出生天了 这游戏也通关了 希望早日可以玩到第三集 山青青青呀 路漫漫 妹妹我唱歌给青浪呀 给青浪 我俩似人呀 心想一枚 心想一枚 一生一世 不分量 世事 不分离 原来跟十三号病院有联动 有机会在玩 如果能看到这儿的观观众 在这儿跟你说声谢谢 喜欢的就留言给点意见 顺便介绍我好游戏玩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